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配上女巫的自卫神域卡 灵魂觉醒神域卡 彩虹卡还有刺卡 所谓的三个选项都是不一样的图画 对应这次主题凭折目前的直觉 心中想折腾补的她 当下的你最有感觉这是哪个选项的图画呢 选好了的话 可以直接点击一下几准备好了的时间走 这下车的主题是 她对你隐藏的感觉是什么哦 Hello 给选到第一组 感谢您的到来 这下车的主题是 她对你隐藏的感觉 抽神域牌卡一起来看 你要问的这个人 目前对你隐藏的感觉是什么 抽一张主题牌卡 给选到第一组一起来看 这个人她对你隐藏的感觉是什么呢 后来以主题牌卡来看 这个人她虽然在你面前嘴硬 但她其实是知道自己的缺点 她也知道自己是错的 就拉不下面子下不了她哟 她觉得你的到来呢 是添加好多的色彩给她 你照亮她的世界 她是很珍惜你的 她现在清醒了 她终于意识到了 你的重要性 没有你的日子 她过得好冰冷哦 很空虚寂寞 给选到第一组 这个人对你隐藏的感觉 这个人就是爱面子 明知道自己错了 就是不肯承认哦 明知道自己没有你是不行的 但就不想要 低声下气地求你 回到她的身边 她现在已经知道了 你的重要性 她不知道该怎么做 她一直在想着你哦 她一直想着你们过去的美好 甜蜜时光的 是你添加好多的色彩 到她的生命中 失去了你才知道你的重要性 她现在清醒了 觉醒了 终于意识到了自己 过去有多么的对不起你 她也一直有在反省哦 但是她就是一直 宁愿躲在那个 那个高塔上 冷冰冰的高塔上 也不想下来哦 也不想下来去跟你取暖哦 看塔罗怎么说 这个人他对你隐藏的感觉 他这里可能是非常的 注重面子哦 就宁愿让自己在高塔 就可能冰冰的孤单 一个人在高塔上那里 不开心 他也没有去 承认错误 他可能早就想要 对你承认错误 他不知道该怎么做 这个不是他的作风 他不习惯低纷下气吧 他呢就是 心里依然专一 只对你有感觉哦 他没有考虑其他人哦 现在他真的好烦哦 不知道该怎么做好呢 所以他什么都没做 他觉得你的条件是不错的 问题不在你身上 你一点都没做 你依然是他心中最满意的类型哦 只有在你身边 他才会觉得自己有满足感 你的条件很好 你就是他要的一切 就很少在你面前说赞美的话 现在的他呢 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前进哦 他接下来的人生呢 没有你 他是不想要 他觉得一切都没有意思了 他现在一直逃避 面对这份感情哦 拖着 可以拖就拖的那种想法哦 其实有很多的话 想要告诉你哦 藏在心底 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该选到第一种 他对你隐藏的感觉 一到洛派卡来看呢 他是一个非常爱面子的人哦 也许他已经习惯的就是 是别人来求他 而不是他去求人的 所以现在若他要去求你的话 他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他已经习惯高高在上了 然后呢 就算他知道自己错呢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 低声下去的去向你求原谅的 所以他宁愿呢 就是让这份感情 他苦苦的 苦苦的让自己在 冰冷的高塔 高高在上那样子的 受尽折磨 他也没有去 向你表达他的歉意哦 他觉得这份感情 能拖就拖的 暂时就拖着先那种想法哦 他的心中依然 只有你 其他 他没有考虑其他的对象的 他不知道该怎么做 所以他什么都没做 其实事情他早就知道 错不在你身上的 但可能由于面子问题 他曾经错怪你 现在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向你求原谅了 你在他心中 他是很满意的 他可能批评过你说 你这个不是 那个不是 其实你已经足够好了 你甚至是他的一切 你是很需要 他是很需要你的 只有你在他身边 他才会觉得是完整的 没有你的话呢 他接下来日子 他觉得是一片黑暗的 他觉得一切 就算得到了全世界 得到最大的成就 他都不会感到开心哦 没有你在他的身边 分享他的成就 他觉得一切都变得毫无意义 所以这个人 他可能过得好颓废的生活哦 他其实有很多的话 还会告诉你的 你对他误解太深了 又或者是 他曾经对你说了很多 表里不一的话 所以他想找机会向你澄清 但又一直下不了台 看字卡怎么说 可以选到第一组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字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在夜里他睡不着哦 想着你们的未来 想着你们之间的感情 你做了一切 他都为你感到骄傲 你是很棒的 每一个人在生命中 都有一个特别的人哦 对他而言 那个特别的人就是你了 他觉得他无能为力哦 他有很多的事情想做 但不知道该怎么做 所以他说 对的一切太晚了 不知道会不会真的太晚呢 他现在心是封锁的 他要保护他自己 他一定会回到你身边的 但目前他想 在拖着先 他不敢 他不敢去接受 你对他是真心的好 你对他很好 只是因为你善良 不代表你爱他 他一直在对自己说 你们之间发生了一些 不愉快的事情 他觉得很伤痛的 他不敢 不敢相信 是真的在发生了 该选到第一嘴 自卡来看了 这个人好想你哦 在夜里睡不着 会想着 担心着你们的感情 接下来会如何发展的 其实你很棒的 你做了任何事情呢 你做了一切事情 他都为你感到骄傲 你已经是他生命中 最特别的 最重要的人了 每一个人都有 一个特别的人 而他那个人就是你了 现在他无能为力哦 他不知道该怎么 处理这份感情 所以你会觉得 他什么都没做 好像不在乎 你的那个样子 他只是不知道 该怎么做 一切会不会真的 太晚了呢 他的心现在是封锁的 他选择逃避问题 就是能拖就拖的 那种态度哦 但他是有打算 有一天会回到你的身边 但那一天是 其实他就不知道了 他不知道 他想要确定一下 你对他真的是好感吗 还是你只是对他善良 你对每一个人都那么好 还是你对他是特别好呢 你们之间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他现在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甚至不敢相信是真实的 他希望这一切只是一场梦哦 看彩虹牌卡怎么说 给选到第一组 有什么要说呢 我可以感受我的情绪 而不觉得受到伤害 就客观地看待自己的情绪哦 不要因为情绪呢 伤身的 不要伤心 再看 我喜欢做我爱做的事 并因此得到金钱和得回反馈 就是让自己所做的工作呢 是自己爱的 就是爱上自己的工作哦 再看 我和所有活力充沛的事物合一 让自己活得更有活力 让自己过好每一天哦 最后我们看 这个神域牌卡给出的建议是什么呢 冲三张一起来看 面对这种情况有什么建议呢 好了 新的脉轮哦 爱自己 并且呢 也爱别人哦 先爱自己才能够爱别人哦 在付出你的爱的时候呢 不要要求回报哦 这样子就是无条件的爱 最伟大的爱 把你的心打开吧 让自己去可以相信内在的指引哦 你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个体 你本来是跟宇宙连在一起 这个最高智慧的东西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请相信你内在的指引 你是最清楚 你的事情的人 就是这一位大天使拉菲尔 他要带给你疗愈 并且让你开智慧的 所以就不要抗拒哦 你是有救的 一切事情还有得救的 好了 这就是给选到第一组的牌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于呢 祝你被满满的爱围绕着的 还有就是过一个 就是你的愿望 让他们想能够实现过一个 跟你喜欢的幸福人生 谢谢收看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请别忘了点赞 订阅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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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超级没安全感,他需要安全感 他跟你之间真的是有一个很好的默契 他很高兴认识你 很希望这份感情可以有更多的发展 不该只停留在友谊关系 他心里是满满的主动,想要去约你见你 他的心早就飞到你那里了 他对你隐藏的感觉,首先以主题拍开来看 他其实是一个很要求安全感的人,他超级没自信 他有一点自卑 所以在还没有百分百的确定你对他有感觉之前 他不敢乱轻举妄动的去表明自己的心意 他目前觉得跟你的相遇是一件值得庆祝很高兴的一件事情 他是想要你跟他有一个更完美的未来 然后不该只是停留在朋友关系的 他早就已经对你产生了爱恋 他的心早就飞到你那里了 但他就是 他就是藏起来对你的爱意哦 因为呢 他是一个害怕受伤的人 看塔罗怎么说 这个人他对你隐藏的感觉 对 他有在暗中一直观察着你 关注着你哦 他觉得知道你的事情更多了之后 他会更有把握更有安全感的去前进 对你是自在必得的 他已经把你看成是他人生最大的追求了 你已经成功了 你成功把他的心偷走了 也许你自己都不知道 现在他的心慢慢的浪漫还有爱意 迫不及待的想要带给你 想把一切的爱分享给你 把惊喜带给你 想去追求你哦 这个人有想追求你的念头 但还会 采取这个举动之前呢 他要知道你是否是一个可信的人 你会不会把他的表白当成笑话那样子去笑呢 他是超级没安全感的怕自己受伤哦 所以在还未确定你对他是有感觉之前呢 他想要做更多的观察 收集资料 他要知道你是否是可信的人 他才可以向你表明他的 比较脆弱的 比较爱你的那一面 你目前来看他还看不清楚你这个人哦 他不知道 你对他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他想要弄清楚你喜欢什么类型 然后呢对应你的需求呢 去改变他自己哦 让自己变得更令你满意 他才会更有把握的前进哦 他需要稳定安全哦 他一旦开始了一段感情呢 他希望感 这份感情是永恒的 平稳的 他正在努力中 很快呢 很快呢 当他做好一切准备 他就会飞而复火的 把所有热情表达给你知道哦 他有想 他早就想对你表白的 给选到第2主 这个人对你隐藏的感觉 他其实有一直在关注着你哦 他有默默的 去 收集你的资料 他觉得 因为他没安全感嘛 他觉得 若知道更多你的事情 你的喜好 他会更有把握的前进去得到你的放心哦 现在他觉得你是比较 复杂的一个人哦 他看不清楚你这个人 你一时一样的 可能今天就喜欢吃辣的 明天就喜欢吃咸的 这比这个是打个比方吧 所以呢 他就一直就是 搞不清楚 到底 到底你是怎么样的人呢 他现在一心一意的 只想要把你追到手哦 你已经是被他看上了的人哦 他想要用尽办法的把你追到手 但他要弄清楚你的喜好 他要对应你的需求呢 去改变他自己成为更令你满意的人 他渴望着稳定感哦 一旦开始了一段感情 他就不想结束的 他想要开花结果而顺满堂哦 你已经成功把他的心偷走了 现在他满脑子想着的 都是如何去把惊喜带给你 把这份爱意带到比较浪漫的阶段 他已经就有在努力中哦 他有在做这个打算与计划 如何去把心底的话说出来 但这个人他还会把这份 飞蛾扑火的爱冲向你之前呢 他想要知道你是否是一个可信可靠的人哦 因为他没安全感 他怕你会把他的表白当成笑话 那样子的去跟朋友分享 那样子他会很受伤哦 他要保护他自己哦 看资卡怎么说给选到第二组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资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他知道你对他也是有感觉的 你们在暧昧吗 跟你分开就等于要了他的命哦 但他没办法 有时分开是必要的 在没有你的日子里 他会一直听着你们之间的歌听一些情歌 去想着你哦 你的一个信号呢 你的一个信号呢就足以令他感到感受满满的幸福感哦 你会选择谁呢 对你而言谁比较重要呢 他想要成为你心中更重要的一个人 他在努力中哦 他想要打造一个更光明的未来 为你们将来铺路 你不用感到内疚哦 就算你做错什么 他都已经没有放下了 他没有再生气你 他好想知道你的感受是什么 你对他的想法 你的感觉是什么呢 他觉得他命中注定就是要来爱你的 这个是他的使命 给选到第二组 以自感来看呢 他说他知道你对他也是有感觉的不是吗 你们是相爱的不是吗 他真的不想跟你分开哦 跟你分开的日子好像要了他的命 但有时候是必要的 是没办法的 在没有你的日子里 他都有想着你哦 他会听着你们之间的抒情歌曲去想着你 你的一个信号 你的一生关怀就足以带给他满满的幸福哦 就不知道在你的心目中他有多重要呢 他在努力的为你们的将来打造一片光明的道路 你不用感到内疚 就算你做错了什么 他都已经选择原谅了 他好想知道现在你真实的感受是什么呢 你对他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呢 他想要你知道呢 他是命中注定来爱你的 他的使命就是要对你好 看彩虹牌卡怎么说呢 有什么建议 可以选到第二组 所有我需要的东西都会适时来到我身边哦 不用慌不用急的 时机对的 你自然会得到你所要的 属于你的 一定会到你的身边哦 我愿意放下过往的伤痛 宽恕自己也宽恕别人哦 不要一直在生别人的气了 别人没有感觉 你生别人气你自己不舒服哦 再看 我爱自己并且喜欢以伟大神力的方式来过日子 让自己过得好好的哦 这是爱自己的一种方式 最后我们看这个神域牌卡怎么说呢 可以选到第二组 面对这种情况有什么建议呢 抽三张一起来看一下 好了这张牌卡就是 你其实不用那么没安全感的 你是有能力去让自己活下去的 你是有能力熬过这个困难的 不要小看自己的能力哦 每一天都值得庆祝哦 庆祝这个地球 庆祝身边一切所提供给你的 一切都不是理所当然的 再看 弄清楚自己的灵魂使命是什么哦 做一些令你觉得感到开心的事情哦 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满足心中的渴望哦 只要没有伤害人 你是自由的可以去完成自己 想做的事情哦 好啦这就是给选到第二组的白稿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予呢 祝你好运哦 一切如你所愿的进展 还有过一个令你满意 你满足的人生 谢谢收看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请不要点赞 订阅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hello给选到第三组 感谢你的到来 这下赵王的主题是 他对你隐藏的感觉 做声音排卡一起来看 你要问的这个他目前对你隐藏的感觉是哪些呢 抽一张主题拍卡 给选到第三组一起来看 这个人他目前对你隐藏的感觉是什么 后来以主题拍卡来看 他其实是对你很满意的 他觉得你就是那个他想要找的人 他一直寻寻秘密的就是你 但是他总是高高在上的一直指责你 说你这个不是那个不是 好像要惩罚你的那个样子 他知道都是他的幻想 他的幻觉 都是一直令他一直在找你的麻烦 没事找家找 他其实知道自己是好福气 很有福气的一个人 能够跟你在一起是他这一生所发生最重要 最值得庆祝的一件好事的 但他过去就不懂得珍惜你 给选到第三组 他对你隐藏的感觉 首先他觉得你已经足够好了 你已经是他心中最满意的人 但由于他自卑还是什么的 因为你太棒太优秀了 就为了把你压下去 他就一直鸡蛋挑骨头的 一直指责你说你需要进步这个那个的 他知道他都是想太多了 没事只要找家草 弄得你好不舒服 很不开心 他现在好内疚 请你别离开他 他发现你就是那个带给他丰盛的人 有你他才会觉得自己得到了全世界 失去你呢 你就好像把他从天堂打入地狱的 看塔罗怎么说 你要问你这个 他对你隐藏的感觉 他觉得你很好了 甚至可能认为你太好了 所以他自卑的一直想压你 他觉得你们的感情本来是很美好的 都是他一手造成这个局面 但是由于面子他又不肯承认 他就是一直想要 在这份感情中可以沾上风的 所以一直这样压你 明明你是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就一直鸡蛋里挑骨头 他现在渴望着你能够有一天气笑的 希望这份感情卡卡的感情可以有所进展 他还是对这份感情充满希望 他还在期盼着 你能够有一天就原谅他 帮助他离开这种痛苦的处境 他每天都在自责 他无法忘记自己对你不起的地方 就等着你有一天愿意跟他 大家坐下来好好的谈 一起解决问题 他还在学习 他真的有认真在学习 他会成为更好的 认真者的男友或女友去对你好 他有在用心的 想要经营这份感情 他埋头苦干 全心全力的 想要做到最好 因为你是他心中选择了的恋人 他夜深人静都会想着你 他不知道你在做些什么 好想要知道你的心情好不好 你还在生他的气吗 想到他过去对你不起的地方 他都会睡不着 这件事情在困扰着他 那都是因为他重视你 他在乎你 给你找到第三主意 塔罗拜卡来看 这个人他对你隐藏的感觉 首先他是知道的 你是很棒的 你们的感情本来很美好的 都是他一手造成这个局面 都是因为他爱面子 所以一直想要压你 不是找家草的去挑你的毛病 然后就是 现在搞成这个样子呢 不是他想要的 他有在认真学习 如何让自己变得更成熟 然后更好的能够 做一个更称职的男友女友 去对你好 现在的他每一天都在努力中 他每天都在祈祷 希望你有一天可以对他气效 并且原谅他 离开这种痛苦的局面 你们之间冷战 分手锻炼的这种处境 不是他想要的 虽然是他一手造成 但这不是他想要的 他渴望这份感情卡卡的 可以有所进展 他渴望着好运能够降临的 你是他心中最满意的人 你已经是他的恋人 如果失去了你 他不知道 他接下来可以跟随一起过 他随都不要 除了你之外 他随都不要 现在他每天都想你 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 他都很想知道你的心情好吗 你过得怎么样呢 你还在生他的气吗 等待着 你可以有一天 约他出来 大家好好谈一谈 心平气和的谈一谈 找到大家双赢的一个局面的答案 他为这份感情真的伤脑筋 头发都白了 然后也睡不好的 那都是因为他太重视 太在乎你 看自卡怎么说 给选到第三组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自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好想要你回到他的身边 请你请你 好好对你自己 我们在一起是那么的天生一对 为什么要分开呢 分开太可惜了 他现在有一些家里的问题 他需要先去处理 去解决 有时候他在想着 自己是多么的幸运 能够遇到这么单纯 这么善良的一个你 他真的很希望你过得好 在他没有在你身边照顾你 希望你过得好好的 他怕伤害你 所以他才会跟你保持距离 在他心情不好 他会刻意的把你推开 不是你做错了什么 你的出现的带给他魔法的 让他感受到奇迹般 就是这份伟大的爱情是存在的 他已经对你上瘾了 没有你他不行 该选到第三者一字卡来看 他第一句就想要你回到他的身边 他不想跟你分开 希望你好好对你自己 他知道过去他都是太挑剔了 总是在伤害你 其实你已经很棒了 就给个机会让他来去澄清一下吧 他希望你过得好哦 如果你不愿意让他静静 他希望你好好照顾你自己 我们在一起是天生以对的 他还是很想要努力的去把你追回来 去争取一个未来 跟你有一个幸福的未来 他有一些家里的问题 他需要先去面对哦 他知道你是一个善良 非常单纯的人 伤害了你 他真的很自责 他其实是觉得很幸运的 能够跟你在一起 但他却把这一手好牌打成烂 烂成这个样子 他真的很自责哦 有时候他的心情不好 状态不太好的时候 他会刻意地把你推开 请你别胡思乱想哦 他不是嫌你什么不好的 他只是怕自己会伤到你 或怕自己把不好的脾气负能量 发泄在你身上 所以他刻意地跟你保持距离哦 你其实做得很好了 你是那个带给他魔法的人哦 他现在深深地被你吸引着 没有你 他不行的 看彩虹牌卡 怎么说给选大利三主 有什么建议呢 每个人都值得拥有快乐 且充实的生活 所以如果对方跟你在一起不快乐 那么你就要看哦 大家都有这个 这个权利去选择自己开心的一条道路 再看 每个进入我家的人都觉得受欢迎 并且被爱 做一个热情 对别人热情一点 还有呢 我常开心胸 接受快乐的解决之道 就是以一个开放开 想开心胸哦 去解决问题 看这个神域牌卡怎么说 可以选大利三主 面对这种情况有什么建议呢 抽三张一起来看一下 这张白卡地球上的天使哦 不一定在天堂才有天使哦 你身边都好多天使 他们都是来帮助你的 都是你的贵人哦 所以有什么需要帮助 一定要开口哦 提出来 别藏在心底的 你有能力带给他人疗愈 照亮他人的世界 同样的 他人也能够给你疗愈哦 人与人之间 就是要互相帮忙嘛 再看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哦 让这个太阳 这个早上升起来的太阳 带给你疗愈吧 帮助你忘记 过去的伤痛 好啦 这就是给选大 第三组的牌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什么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于呢 祝你天天都过得愉快 开心 与对方的日子 都是光明的 享受人生哦 谢谢收看 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 请不要来点赞 订阅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